開始了 其實在我去年採訪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記得一個伯伯 這個伯伯其實他只是大概 其實他都未過70歲 他其實只是60多歲 你知道現在其實光芯只有74歲 但是當你過了某年紀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狀況很決定 你是什麼情況 大家都是70多歲 你會看到有些在照顧90多歲的父母 但是有些60多歲已經是寒窄 已經可以很老 這個是絕對跟他之前的生活有關 我去年那個爸爸其實他不是很老 他60多歲 但是當他弟弟過世之後 他就不下床 他就覺得自己很難過 他之前其實經常都會去酒樓那裡喝茶 所以他都有些朋友 他就會買一些飯盒 買一些麵包 給他放在他的床邊 當社工找到他的時候 即是轉嫁又轉嫁的時候 就發覺他的麵包和飯盒都已經發了毛 他就開始幫他安排送飯獨舞 幫他安排陪塵 幫他安排洗澡 等等 他跟他說 你其實是不是想探望你弟弟的 如果你想去掃墓的時候 你就要下床走 然後他就去訪問他的時候 其實他就說一件事 我記得很久 他說他大概30多歲的時候 他爸爸過世 他住在紅磡裡面的一條屋邨 他住了很久 他30多歲的時候 他們搬入紅磡這條村 當他爸爸過世 他媽媽也是五十多歲 他媽媽就有一堆街坊 他說他很記得 他們去送他媽媽 然後回來 街坊幫他洗完房子 然後還煮飯 當他們裝了所有儀式之後 他回來就可以吃飯 然後過了大概20年之後 到他五十多歲的時候 他媽媽過世 他媽媽過世 他們仍然是住在同一條村 那時候公屋外面 是可以有一個鐵桶 然後很多街坊 就會走過來 燒一些金銀衣紙給他媽媽 當然沒有人會幫他洗屋 他們也不是那種關係 但他就會看到 咦 臨居也會問候 但這件事 只是再過多十年 他已經發覺很多他認識的街坊 都搬走了 他唯一的弟弟 都死了 他就很傷心 而且他覺得 為何全家都 所有的人 即是媽媽媽媽 弟弟 每個人都過世 他自己本身沒有結婚 我問他為何不結婚 我問他為何不結婚 因為周圍沒有人認識 然後你莫說再燒金銀衣紙 這些事 根本他連跟別人打招呼 他都不敢 他覺得我現在一個人這麼老 沒有人沒有密 我跟任何人打招呼 他都會以為我有事要靠他 所以他真的把自己收敗了 在那裡 然後就走不到路 終於是過了一段時間 他的哀傷 足足兩三歲之後 他才開始奪念他的身體 然後開始可以自己下去 樓下的社區中心 每個人都會去 你會見到 其實 新老病死 大家都不可以見不到 但是你會發覺 當社區的一路變化 當很多家庭 當很多社區的支援 都在這裡解體的時候 死亡本身 它就會令到你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出現 譬如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新加坡 他們不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祖屋下面 是會有一個社區會堂 他們的結婚也可以在那裡 出殯也在那裡 所以當你在屋下的社區會堂 就辦一場喪禮的時候 其實鄰居每個經過都會知道 起碼都會有支援 即使我們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會否記得 我們小時候 如果有親人過身 是會夾白花 藍花 即是會做一些 或是大家會看到的 但現在你已經不知道 所以就算你身邊 是有人 即是有家人過身的話 即是一定會有不同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但你現在都會好像不知道這樣 變成你就好像要自己去面對一個很大的送親 即是沒有了一個親人 然後你失去 然後你的哀傷 你要去面對 這個就是我去年寫一本書 但我今年就開始好看 這個伯伯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即是人過了生 我們知道在鄰居有很多事情會做 他在之後的哀傷 他究竟怎樣可以融入一個社區 他怎樣可以走出來 那裡有很多很漫長 很多不同的情況會發生 但是如果是他還沒過生之前 譬如這個伯伯 他很傷心 他家人不逐個逐個離開 那可能現在 他會開始賣向70 那接著他在香港 他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我一路 那邊就在這裏看了 那這個伯伯呢 其實他有三分一的機會 他會患上老人癡癌 那我在還沒採訪之前 我是不知道原來在香港來說 過了80歲 會有三分一這麼高的比例 是有機會患上老人癡癌 老人癡癌這個病名 你們會開始逐點聽不到 因為大家覺得 老人癡癌這個真是一個很差的類型 所以他們就改名了 那曾經因為是高坤 即高坤校長 因為他有這個疾病的緣故 就令到大家對於這個病 開始有疫症 他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運動 就是一個改名的運動 然後最多人投票 那時候是有醫生 也有不同的團體 就說把這個病 改成腦退化 誰知道同一時間 其實有另一班醫生 會覺得腦退化不行 這個腦退化 這個形容不到 老人癡癌症本身的病症 所以他們的公式 就是這個病應該叫認知障礙 但認知障礙是一種病 輕微認知障礙是另一種病 所以很容易這個病就會撈亂 那你會發覺 一個基本上 如果當你過了80歲 或者過了65歲之後 其實是十分之一的機會 過了80歲是三分之一 一個會有這麼多人 患上的病 去到今天 你都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每次寫 我就寫 腦退化 或者認知障礙 再豁著舊稱老人之外 那如果我連他的名字 我都沒有辦法很快地報道出來 那你就更加 可以阻止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我訪問了很多 認知障礙的家屬 他們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會跟我說 就是我知道得太遲了 認知障礙是一種病 就是其實它挺可怕 因為它不能回頭 我這次看著一些 沒有辦法抑磚的病 如果病是可以康復 譬如總鋒 你都可能一趟自己再做 但譬如認知障礙 當你幻想之刻 其實你已經是不能回頭 但是分別很大 就是你在懸崖上跳下去 還是你很慣很慣地走斜方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它頭兩年之後 就會失去自己的照顧能力 就變成了中路的認知障礙 再過兩年 它就要睡在床上 它是連起床的能力都沒有 它好像是除了一個爐 開始生製之外 它是逐樣逐樣身體機能都會生製 包括吃不到東西 連吞煙都不行 但是如果你有訓練的時候 譬如從輕微的認知障礙 我一直去到中期 可以是十四年的 其次元他們有一個朋友 就是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你是兩年的事 但是如果你會做很多努力的訓練 做一些身體的 exercise 給你音樂的刺激 給你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活動 它可以十幾年都未去到中期 未去到中期的意思是 它仍然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家 需要別人照顧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就去到一個問題了 如果它需要做這麼多 exercise 即是這個 exercise 當你做的時候 不是一年兩年 不是一兩月 我正在說 可能是十年的時候 那誰給錢呢 原來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政府其實試了一個方案 就是它有四個中心 就是嘗試給認知障礙的長者在裡面住 然後就是政府之座 但是它突然發現 嘩不行了 這件事很嚴重 因為很貴很貴 你想想在一般的老人中心 它可能是 在西漿開過電視 大家在看電視 或者在聊天 或者看樂棋 但是對於認知障礙的長者 其實它基本上是一個社工 是要對著三個人 即是它的比例是相當高 它有很多個活動 跟它去做 那整件事太貴 它做了那個 這個先導計劃之後 它就放棄了 然後呢 現在呢 其實香港出現了一個 古奇怪的情況 就是 我們現在目前 是大概有七萬人 是患上認知障礙 那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這七萬人裡面 其實有些醫生告訴我 它估計有八成人 最後要去住老人院 那當你去到老人院 其實有些幣 如果你還懂得走 你很容易走生 那有時候 它真的會用綁的方法 或者最後就是 你會睡在床上 又被人綁住 然後在鼻子上 因為當它吞煙也有問題的時候 那很多去到院射的照顧 就寧願幫它插蠔喉 鼻喉的意思就是 你的鼻子那裡插蠔 直接到你的胃那裡 這就是它最方便餵食的方法 如果不是當你吞不到的時候 你究竟能餵 他們可能要餵兩個小時 那老人院其實是沒有辦法 幫人餵兩個小時 你想想它要照顧多少人 所以它可能很快地寧願幫你插了一個鼻喉 就一直養你在鼻子那裡吃 那我曾經有一個家屬 我聽過就是 他的家人是十年 是足足十年 要用鼻子去餵食 那所以這件事情 當你有認知症候的時候 這件事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是瑞士在說數以十年計 那你想想家人怎樣照顧呢 那譬如你可能是家人 八多九十歲 然後你的兒童都已經是六十多七十歲 現在其實是長者要照顧長者 那尤其是認知障礙去到後來 你連起床都不行 你怎樣去廁所 你怎樣去餵牠 那些其實需要很多的體力 在這裡發生 那當然很多時候他們會請外傭 那外傭基本上是救了香港很大 但你慢慢會發覺一個外傭都不夠 因為你要二十四小時照顧 那所以呢 你可能要請兩個外傭 或者你再加一個家人 一路去淪班去做這件事 那其實很多家人是沒有的 那條片呢 他就會去了老人院 那如果你去 你想一下七萬人 現在已經是這麼多人去了老人院 並且呢 如果你現在去任何一間老人院 可能說六成呢 他們都會有認知障礙 那再跟著下去 在2030年 我們經常都會說 人口老化到時候 是每四個一生 一個人是65歲 你知不知道去到2030年 我們只是說十六年後 你猜一下吧 有影之障礙的長者數目有多少人 你們猜一下 現在是七萬人 你知不知道十六年後會有多少人 是三十萬人的 如果現在七萬都這麼厲害 三十萬人的時候 就想一下 你到時候 你到時候有多少人 可以在家裡照顧 或者你究竟 在那個護理的行業 需要有多少個人 那這件事怎麼辦呢 那如果是剛才我講的 我爸爸 如果他真的不好去幻想 那因為沒有家人照顧他 那社工很顯然會做 就會幫他申請安老院 那但是呢 香港的安老院的申請 不是一條龍王 不是你今天申請了 那你情況差一點 因為下一級就是護理安老院 再下一級就是護理安老院 那但是呢 這三條龍 並不是一條龍 按照你身體情況 衰退 還是同一條龍擺緊 它是三條不同的龍來的 還有基本上呢 你身體越差呢 你要等候的時間就越長 最可能是長期惡床的人呢 你要等四年才會入到政府的資助 就是護養的安老院 那所以那個情況 基本上很惡劣地呢 你其實是一路在那裡等 那其實呢 如果我們今天這樣 你說我不是很想 我以後如果我又一定有什麼病 或者突然間 如果當你知道你的身體 開始有些人轉症 是會不會下症了 那其實現在開始 我們來明年 就會推一件事 叫預前醫療指示 就是你可以決定 如果當你的身體 發生什麼情況之後 你可以決定你慘不慘 鼻痕 就是你要不要這樣 鼻衛生 你要不要呼吸機 大家很快一想 就會想安樂死 就會覺得 你不如讓我安樂死吧 但其實安樂死 就是一種用人為的方法 用死亡 主動地幫你打一支針 去養你過身 那我問 有個醫生 就跟我說 他說 你個個都說要安樂死 那誰去打這支針 如果我現在給你一支針 你打這個 你不打到這個病人上 他就會死 你肯不肯打 那如果個個都不肯打 為什麼要醫生做這件事 他說我是醫生 我都不想幫你打這支針 那我們其實不需要 去到用死亡去結束他的生命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希望我的生命 並不是無限期 有不同的醫療方法 令你無限來延長 你可以選擇簽譽醫療指示 你們是說明 我到時 如果當我知道 我救回的成數很低的時候 我其實可以勉強用這些器材 這些不同的器材去維生 它是逐樣逐樣可以選擇的 但是呢 你想想 認知障礙的病人 因為我們在說的 就是在腦退化 它的認知已經是退化 他們其實在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有沒有機會去簽這份文件 其實是沒有的 你不會在你剛開始的時候 誰敢給他一份文件 所以去到他中期 亦都已經可以再去簽了 甚至去到他晚期的時候 當他可能睡在床 那個日子是起碼在兩年 或者是這麼長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人可以幫他做任務的 他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維生器材在他身邊 他就一直在一個老人圈 就坐在那裡 一直躺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這個就是 如果他在香港 認知障礙其實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 我們根本整個地球 已經去到一個地球 又賢又窮又浪 其實你可以看回 國際其實是有認知障礙協會 他們已經每一年都會發表一個報告 他就形容一個海嘯 他是很擔心去到2040年的時候 全世界認知障礙的數目是多到 我們可能是不夠護理人員去照顧的 其他地方會發生什麼事情 譬如日本 日本我們就在想 他們有譬如像業縣 有一個地方 他們就有一個實驗計劃很有趣 譬如一個老人圈 其實都很難請人去照顧長者 他們就把很多不同的工種 五個人一組分開 譬如玄丁五個人一組 煮飯五個人一組 這五個人可能要負責 譬如他善證 他就負責這個老人圈提供他的善證給他 就算我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婆 我可以選擇一個禮拜上兩天工 因為我天天上班 其實體力上我都未必想 但他可以五個婆婆一起組合 然後他就會為這家老人圈提供善證 而他出的錢就是出五份一糧 他出五份一糧 對於一個長者來說 我又有收入 我又不需要天天上班 但對一個老人圈來說 我又有人手在 我又不用擔心年輕人肯入行 因為就算在香港 我們都面具很大的問題 前一陣子都有人問我 他們想選一個很大的Campaign 吸引年輕人入行 譬如設計一些漂亮的衣服給他穿 我心想 你怎會因為老人圈的衣服很漂亮 而你肯入行 然後他說 不是 做得好 我們可以送他去日本 即是去實地考察 然後我說環保那邊 其實中學生已經送了他去北京去考察 即是已經有很多無難機會 但是他不是真的想這樣入行 去做一個護理安老的行業嗎 所以你由 你知障礙這裡去看 你就會牽請到 我們一大堂 究竟長者在社區有什麼服務支援 他去到老人圈 他會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你見到 在老人圈 他們無論在人手上 其實有很多的鐵板 都會不圓地撞住 如果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時候 2013年 當一齊數量更大的時候 這一刻其實我們是要想 要想一個政策 是怎樣去做 開始去做 假設呢 爸爸很幸運 他不是那三分之一會患上到人之外 那他最有機會是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最有機會是患上癌症 我覺得數字上其實挺可怕的 作為一個香港人 如果你是女性 每三個女性就有一個會患癌症 如果男人就會兩至三個人會患癌症 我覺得比例高到令我覺得很擔心 然後所有的醫生都跟我說 所以你要做運動 所以我每一次採訪 每個人都叫我要做運動 其實你會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我們說這麼高比例的癌症 但其實有四成癌症是可以預防的 只要你注重你的飲食 注重你的健康 即是你不要有事 只希望你用什麼食療去醫治好你 即是如果你用食物作為一種治療方法 其實它不是無效 不過它可能很長 那你沒有病沒有趕的時候 就麻煩你開始注重你的飲食 注重你的健康 其實高達四成的癌症可以避免 但顯然這件事在香港是沒有發生 我們大家都是照常生活 然後突然間 哎呀 中了 那如果你在香港患癌症 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首先就是 你可以去私家醫生去看 你可以去公立醫院去看 我們現在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失痕 就是我們其實差不多一半的醫生 是做私立醫生 一半的醫生是做公立醫院的 但是我們超過七成人都去了公立醫院 所以就會變成公立醫院的人 是做到快要死的 每個都很多不同的癌症 很多事情都爆發 但是我經常訪問那些人 都覺得不要緊的暫時 因為只要兩三年之後 他就會有新的醫生出來 所以現在眼前就好像一個最暗戀的情況 就是公立醫院就是最不夠人手 那個原來是最大的情況 如果你是去公立醫院的醫院 那你會發覺公立醫院 原來是有很多癌症的資訊中心 你是可以有一些支援在那裡得到的 再走下去 有些癌症可以醫治 當然你會聽到很多勇士的故事 那個病 其實每種病都有一種形象 在以前肺爐病就是一種文化人的病 那些書籤在那裡寫一寫一寫一寫 突然肚亂的 或者通常是中的人才會有肺癌 對嗎 會有肺爐病 通常都是中症有文化的人才會有肺爐 你每一刻都會突然有肺爐 肺爐的形象是非常物質奔奔 買財不育 然後你會發覺癌症 那些人會經常用打仗去形容 當然腦退化是一個最糟糕的 基本上你會覺得他不再是一個人 那是整個形象 所以曾經有些報告 如何把腦退化的病去除它的污名化 這是另一個很大的事情 我們說回癌症 那麼多人會玩癌症 我都會告訴你 我們要打贏這場仗 我們不可以有任何放棄 你一定要拚拚到最後 對於癌症 我們整個社會給它的形象 就是你一定要跟它打到最盡 但奈何呢 其實癌症當然有些腫瘤 雖然我剛才說的 百分比例是這麼高 但其實它的治癒率也很高 有時候有些人跟我說 化癌沒有用的 化癌症也是死的 但不是的 其實超過九成的乳癌 是可以有得醫 其實鼻煙癌的治癒率也是超過九成 當然你會爭辯 什麼叫做好翻 好翻的定義就是五年翻法 但是你真的會做一些手術 其實你是可能二十幾三十年 你都不會翻法 但你再有的時候 可能是其他部位 譬如大家來試講一句 你可能三十多歲有乳癌 你是有辦法醫治 但你可能去到五六十歲 你可能是腸癌 你可能是其他地方發生 因為腸癌現在在香港 亦都是越來越流行 以前女士就是乳癌 男士就是腸癌 但隨著我們飲食文化 腸癌就越來越幫 但如果你真的打輸這場仗 在香港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患癌症 你患癌症 如果你患癌症 如果你打輸了 很有趣 比你有一個特權 你有一個特權 就是你可以接受一個復活 叫做舒緩治癌 我們經常都說醫生 會只是幫你想怎樣 幫你生存下去 你沒有聽過醫死 所以現在香港 超過九成人 在醫院那裡過世 其實不理想 因為它所有的義氣 都是跟你拼命 它不是預計 你慢慢好好地在裡面死 代行 真的有九成人 最後醫院是會過世 而其中 如果你是一個癌症患者 你就有機會去接受舒緩治療科 醫生就會去到那個時候 他不會給你一些最積極的治療 的意思 不是說他不夠你 但是他會問 你還有沒有其他心願 你和你家人的關係是怎樣 他會開始想心不心不靈醒 他會幫你止痛 希望你有精神 和你家人有這麼多時間去相處 這個是一個科 大概在八十年代 其實在香港 已經是有很多醫生 開始去受訓練 就可以入舒緩治療科 但是你會發覺 發展到現在的三十年 它都不是很高級 那發生什麼事情 我突然間發覺 這件事又很神奇 這件事就涉及 原來醫院 我用原來這件事做目標 但是 原來 譬如 內科醫生 是一些他會覺得 我做手術 他就會痊癒 內科醫生 是很辛苦 因為所有內科醫生的病人 都會過身 他就是注定在長期病化 例如神病 即逐樣逐樣器官衰竭 所以基本上他們很難有放工的時間 他們回舒緩很久 那現在呢 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個醫科生 你是比較不想去選內科 因為他做的時間 就太長 應該很久 但是十年前 原來內科醫生 是最受歡迎的科 原來醫科 在不同的科 在不斷改變 而舒緩治療科 其實他們原本是屬於內科 在內科 對方來說 那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的情況 如果你是一個癌症患者 或者由去年開始 如果你是神衰竭 你都可以開始有這個服務 你可能在住的病房 可以疏落一些 護士 可能會問候你多一些 關閉你多一些 然後呢 希望陪你走到最後 你是沒那麼痛 沒那麼辛苦 讓你家人陪你多一些 去走完 但是這個科 其實是沒有辦法私人執業的 所以就很不受歡迎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會發覺 原來在腫斗科那邊 原來都有舒緩治療的 就是說 如果你去瑪麗醫院 你可能很多內醫生 都幫你打 但是你開始發覺 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都開始會向後退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 因為接受舒緩治療 就是這種方法的治療 你有機會去郭亮雄的醫院那邊 那邊 郭亮雄那邊 有一個很好的醫生 是很有心地 就在這裡做舒緩治療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個 屯門或天水圍的人 你的待遇 原來是完全不同的 你是有機會去屯門醫院 而我呢 其實我去屯門醫院採訪之前 我是有一點偏見的 我是覺得 這個醫院是很多意外 好像呢 是不是好像很欺負 還有資源是很不夠的醫院 但是我不知道 原來屯門醫院的腫瘤科 基本上是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呢 如果你去屯門醫院的腫瘤科 一開始 你已經有個機會 是很多不同的專科醫生 在跟你一起回診 是外科醫生 代科醫生 腫瘤科醫生 都會坐下來 然後跟你談治療的方法 並且他們很快 已經有心理學家 會介入 然後跟你去談 因為呢 我去那些病人小組 醫生說話很神奇 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腸癌 然後醫生跟他說 我看一百條腸 他不是人 他突然變成一條腸 他說我看一百條腸 都是說有腸癌的 你呢 就真的屬於最差的那兩條了 然後那個人很害怕 他就問我怎樣 他說你回去把水電煤廢轉名吧 哈哈哈哈 那個病人就嚇到 嚇到 他很難過 他回到去之後呢 除了把水電煤廢轉名 他是把他漂亮的手袋又給人 把他所有的漂亮的衣服都給人 因為如果他覺得他過身之後 就沒有人肯要他的東西 所以他要趁他還在生的時候 他就把他所有好的東西 他就很禮物地送給人 但後來呢 當然有不同的事情發生之後 譬如呢 他都去見心理學家 或者其他時候 讓他對治療有信心之後 結果呢 那個這樣跟他說話的愛科醫生 後來都有機會是幫他做手信 一見到他就說 蛤你 他就以為他要不知道 但他後來是做了手信 我見這個病人的時候 其實他是上班 他是一個護士來的 他一直都很生氣很生氣 這個愛科醫生 有時候你去病人小組 或者你去聽他們說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們其實最生氣的 就是醫生講錯話 他們經常會說很多很多不同 那時候聽到什麼 其實當你有病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樣 對你整個病是會很大影響的 你不會相信 在屯門醫院 他不但有一個很漂亮的總樓科 他會有六間單人房 是落地摩托 讓你去到最後的時候 你也可以有一個好的地方之外 他在旁邊有一間屋子叫Maggie's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那Maggie's本身是一個英國人 但因為他爸爸其實是在大陸 和在香港做生意 所以他小時候其實在香港長大 但他在英國那邊有cancel 四十多歲 當他再復發的時候 醫生就跟他說 你其實可能 你也要有心理準備 他就問 那我還有多久 他醫生問 你真的想知道 他說我想知道 他說你有兩至三個月 然後他就寒了 那醫生說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其他病人 你隔天在走廊呢 他就出了走廊之後 他覺得這條走廊 簡直是六神無主 當然也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到哪裏 這個經歷對他的影響很大 他一直都很記得 醫生叫他在走廊 然後他在走廊裡 他突然覺得 醫院真的不是人去的地方 為什麼所有病人都要去那裏 然後如果第一次去醫院 你又找不到路 他的醫院 經常在地上有些顏色線 讓你去找 但是人一多 你又不記得那條線去哪裏 還有他那些信息 不知道為什麼做得很差 莫說說 你坐在這裏 你又要等他喊名 你又不知道 你能否拿到藥 所有東西都令你很傷心 那你想想 尤其是當你是患了一個病 你一開始當然是說打仗打仗 但是當你 譬如你真的癌症 去到不可以治療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最後的時候 那你去到醫院這個地方 其實你想想你整個心情 整個感受 他會發生什麼事 那麥克斯後來活了18個月 那他做了什麼呢 就是他插畫了一個地方 即是名叫麥克斯 那就是他希望在醫院 而一個好像家裡的廁所 你可以在裡面哭也可以 你可以在裡面白乾眼淚走出來 那個地方有沙發 大家病人可以坐下來聊天 我經常去那些醫院的餐廳 有時都經常聽兩個人 突然在那裡說了很多食療 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談不久 那些人馬上一等位 整個人就走了 那麥克斯呢 那麥克斯呢 可以在一個地方你可以坐下來 去談 並且他會有社工 他會有護士 還有他會有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在那裡 可以幫你做一些支援 如果你需要 那麥克斯在英國開了10萬間 那我不知道 那麥克斯這間 不是在英國開了 就是在屯門 那麥克斯這間呢 是不只是被屯門和天水圍居問的 是全港都可以去的 那麥克斯我一直去訪問 我都經常都 嘩 是嗎 有這件事嗎 那麥克斯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我本身不是一個病人 原來很多的資訊 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但我又想像 如果我真的到時有病 我又沒有這個力氣去找那麽多的資訊呢 那麥克斯我現在 一直在搜索這些資料 就希望覺得 咦 其實到你有事沒事 你都其實是知道 那你沒事 你當然是 希望影響那個政策 你要去做得好些 因為你看那個數字 你知道它這麽厲害 很多東西都一定會爆霧 那但是當你有事的時候 起碼你都會知道 原來我有這些的list 是可以去做的 有些事是很簡單的 但是香港是沒有人做的 譬如他們說 只要你看病的時候 護士肯給一張子利 給一支筆 你已經可以在看病的時候 將醫生說過的東西寫下 然後你可以去想 或者你在未見醫生之前 你可以寫定你想問些什麽 這些是很簡單的 但是我就算去到屯門醫院 因為我看到他們已經有這麽好的醫生 陪診 因為不是每一間都做這件事 但屯門醫院是嘗試總有科 會有一個陪診去看 其實病人都是沒有指沒有溫 他們不是很有機會去問 其實所有的知識 在你那一刻聽的時候 你去說 他嘗試用不了 我都說去說 但對於病人或家屬來說 其實是呆了的 在美國有一本書很好看 叫做Critical Decision 裡面就是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很簡單的 就是他們錄下了醫生和病人的對話 然後他們打電話給病人問他 你今天聽了什麽 然後就發覺 原來病人有八成的資訊都是不知道的 醫生都以為自己解釋得很清楚 但原來病人是不知道的 那你想一下 當你的情況越來越差 我們真的在講一個絕症的時候 不是雙風感冒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處理這些資訊 這樣去發展呢 那我一路去看 就發覺 原來呢 剛才說了 如果你在巴黎醫院 即你們會去過兩行 如果你在屯門醫院的話 他的部門就會繼續照顧你 那我那時候一路去問那個醫生 師醫生 為何你這麽好 會想到這麽多復活給癌症病人 問到最後呢 原來他爸爸就是癌症過身 在他讀中午的時候 他就形容他爸爸去到最後 他說他是一個毒物 即是已經是折騰到 他是用一個毒物去形容爸爸 這個打擊到他大到崩不了 那他很快呢 他考過會考成績 他本來是從於窄的學生 雖然他很聰明 但不是很讀書的 但是他的會考成績 突然變成全校第一 他的會考成績很好 但是他的中六突然就倒閉了 一個失驚無神 即當他爸爸過身之後 他的會考考得很好 但是一到中六 一聲倒閉到連學都回不了 那他很看到 原來當你家人不在的時候 原來這件事情是可以對你的家屬這麼大型 所以在屯門醫院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進心會 就是他會給孩子 譬如當你父母有癌症 他會支援你的家屬 那些孩子他們會支援兩年去看去做 平常他有很多不同的 最悲的舒緩治療 是讓你在那個地方可以去 以前屯門已經最初是沒有的 當他去到最後 因為他都會覺得 最後面的舒緩治療 是可以幫到他的時候 他要讓他去藍朗醫院 他有一個老人家 80歲 他就把他太太最後 想他有些好一點的照顧 把他送去藍朗醫院 然後他後來有機會碰到那個伯伯 他就問他 那個伯伯說 我每天用8個小時去探望他 他呆了8個小時 他心想 因為你努力搭車慢 他真的跟他爽 尤其是這個是十年前 屯門交通不太好 藍朗其實在香港仔那邊 他就想想你由屯門去到香港仔 他又要搭甚麼車 再轉甚麼車 他俗情這樣轉 他每天用8個小時來 然後醫生都說話很傻乖 我不知道你那麼愛他 我不知道你每天都要我去探望他 這句話真的很殘忍 但你想想 怎樣 你要8個小時每天去探望他 所以他後來就在團園醫院 那裡開一個服務 就是如果你遇到他就不送他去藍朗 他寧願在醫院裡繼續照顧你 那不同的醫院又有不同的做法 那聯合醫院又做一件事是很神奇的 你們知道邵逸夫在哪裏過心的 邵逸夫其實是在家裏過心的 即所有人都告訴你 即我們現在是超過94%的人 其實在醫院過心 大家都會告訴你 你要去醫院的 如果你在家裏的話 就會影響樓架 影響樓架是一個很欺人心的事情 他以前其實只是死於非命才是空棧 現在無端端可以就這樣 就算你是順其自然的過身 你也是一個空棧 那怎麼辦 那心界的人只好間間都是空棧 沒理由是這樣 但是你想想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一個不過意在家裏過心 來到的不是救傷車 而是黑傷車 並且警察不會上門 你想想你作為鄰居你怕不怕 那很多時候在法例上 就令到很多人不敢在家裏過身 但是其實我們最有錢的人 是在家裏 譬如邵逸夫其實是在家裏過身 那我發覺邵逸夫很神奇 就是他的醫生是袁國勇 袁國勇其實根本跟總 或者跟任何事是無關的 那當然邵逸夫都沒有什麼總 即是沒有保安靜 但是純粹因為他們捐錢被港大 所以袁國勇就變成邵逸夫的醫生 但是他跟著去的醫院是聯合醫院 聯合醫院是全港唯一一間醫院 就是政府給錢的一個先路計劃 是很神奇的 他就是讓你在家裏過身之後 他照樣可以有救護車上來 然後接你去到醫院 然後如果一般醫院的話 他應該就去公共地方 因為你不在醫院過身 你起碼肺炎 你都要進去醫院 經歷一大輪有差又什麼都好 那你才上到病房過身 你才可以在醫院的連房出門 如果你去到醫院 你都沒有機會上去 你在急診室過身 其實就要去公共連房 有機會就要驗屍一大堆 但是他經常說 家居麻呈計劃 就讓你在家裏過身 然後你就可以去到那邊 你繼續有醫院的服務 有醫生會幫你簽紙去看 二少爺夫著事就是有那個服務 所以他是跟聯合醫院 你想想他又不是住在那區 是聯合醫院幫他做的 我問他 那你究竟不怕些人是沒有 就是樓價電的分別 他說 我們聯合醫院在屯門 在這個官堂 大部分都是公屋 沒有人介意公屋有沒有樓價電 但是公屋的問題就是那個環境很窄 那你就會問 那為什麼你的病人 不讓他留在醫院 要讓他回家呢 他說其實他在家真的心情不好很多 你想吃什麼東西 你想怎樣去下床 當然你去洗手間那些東西很辛苦 但如果只要讓人願意的時候 他寧願讓他回家 其實如果大家在醫院裡 其實質素也是很差 尤其是當醫院發覺 你都不是我有什麼好做的時候 其實他很容易給你去私營安老院 政府和私營安老院賣位 然後他就會在老人院那裡 那又是一個很不理想的照顧 你就會去回剛才第一條路 就是彷彿你是有認知障礙在老人院 當你病到那麼重的時候 第一條路人院的照顧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今天看到我在Facebook 提到一個長者 我昨天去看她 她今天早上過了身 為什麼她突然看到她過身呢 就是她對面突然住了一個長者 是這樣被人綁住之外 她的皮是蓋上頭 蓋上頭 她不能呼吸就很奇怪 所以有些義工就去幫她結婚 但是很多的服務都很不理想的 這些就是當醫院照顧不到 她就會去私營安老院 然後她又是綁住 或者她都不知道怎樣照顧 然後可能就等她結婚或再肺炎 她又再去醫院 然後又在醫院離開 整件事其實最終好像人頭一樣 不斷在例外 所以療法醫院那邊 所以有個服務就是 她讓她選擇回家 然後是醫生可以上門 一般是有護士上門 是社區護士上門 但是療法醫院就是少數 她們是可以醫生上門 然後陪她走最後一條路 好 假設她就很幸運 她又沒有認知障礙 她又沒有癌症 但是她慢慢都會老 所以其實無論她是甚麼情況 可能最後沒有辦法在社區生活的時候 就會去老人院 香港人住老人院的比例 基本上是7% 全世界是最高的 老人院又會有各式各樣的護理問題 各式各樣的護理問題 但是香港現在的老人院 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就是她會讓你在老人院過身 以前是不會的 當你在老人院出現發燒 尤其是她們經常都有陰謀論 就是去到新年的時候 那些姐姐說我要放假 不空照顧你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有發燒 那她就會送她去醫院 所以去新冬天 醫院就肯定爆開 走廊全部都有人 就是醫生經常說 都不知道是否老人院的人 那個人放回鄉 那些人就這樣去到那邊 但是現在開始 其實無論是寫一幅假 她開始有些計劃 例如救世君 跟15間老人院 開始在談 就是讓她入了老人院之後 就在老人院過身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對於很多的社福界來說 她們就會覺得 哇!你要我做一件這麼大的事 你有沒有錢給我的 就是現在是大家在談 過錢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在醫院過身 其實醫院爆破 我們隨隨人有老化 我們根本處理不到 所以開始在談 就是在院生的長生 可不可以在院生過身 那如果你在老人院那裡住 你旁邊有一個人過身 那你很害怕的 所以她們又要裝修一間房 讓她又可以過去 然後呢 你又可能要請一些特別 有舒服治療經驗的護士來 然後去照顧她 那她有兩個選擇 她可以請一個專科護士照顧 或者讓平時照顧開她的護士 去照顧臨中的病人 但是她就另外請一些part time 代替她平時的工作 還有那些護理員 他們沒有想過做這件事 那她便要全身受訓 那所以有一群老人院 就不斷地做一些 即是公訓練的事 就是在準備著 如果你在老人院的話 你就有機會在老人院那裡過身 因為會這樣發生的 那所以剛才大概就說 最大的幾類就是 就是在醫院 在老人院的情況 那究竟我們有沒有機會 在家裡過身呢 那我都問到醫院 其實你的服務 你會不會再擴大 她說她們根本是不敢做宣傳 因為她們再做宣傳 她們現在已經是要派醫生這樣上去 其實醫生在醫院是很節省的 在病人這樣埋去 你想想如果不是病人去看醫生 是醫生要上本的時候 她一天是可能最多看四個症 那你想想那個人的物力是會相差幾大 但她說其實算數也是很節省的 因為那個人來到醫院 也要做水電 一大堆東西 所以以後究竟是否醫生上本呢 這件事會是怎樣發生呢 那譬如在英國那邊 他們已經有四成人可以在家裡過身 那他們就會有護士 最後那兩個星期在不暖地上本 甚至乎台灣那邊 他們有醫療保險 那如果你的醫生是覺得 他們會問一條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病人半年之後 你見不到她 你會不會覺得意外 這條是一條驚訝問題 因為她不會直接問你 她什麼時候不在 她會問你半年 如果你見不到她 你會不會意外 如果答案是說我不意外 那他們其實已經是有個保險 他們開始有些舒緩治療的服務 就會有些護士又會上門 有些醫生又會上門去照顧他們 但這件事在香港 就看不到會發生 好了 在香港反而是很神奇 就是 誰去照顧最後那一步呢 我剛才說的 有很多醫生是不想去入這個科 因為覺得舒緩治療是不可以執業的 但你另一個角度 他們又在爭取誰做的 內科舒緩治療 還是腫瘤科的舒緩治療 還是老人科的舒緩治療 還是說家庭醫生 我可以有資源幫你做舒緩治療 就是最後那個臨終的治療 如果這件事是有錢的時候 如果有東西沒有錢就沒有人賺 但當我們發覺我們很想到最後 大家死的質素死得好些 不是那麼慘 不知道是在老人院還是在哪裡 就是人球 在急診室內會不會這樣去的時候 假設我們是有資源可以死得好些的時候 那這個錢究竟會是哪一科的醫生搶呢 又會有四類的醫生在搶的 那整件事情就是 其實刪到來 就是人口到快是沒有任何意外的 大家都知道數目將會越來越多 大家都知道你的醫療是會爆毛 那我們一直在談醫療改革 你會談醫療就不知道 但是當我說到他剛才的認知障礙 或者是譬如你已經去到癌症去後期的時候 其實很多是護理的費用來的 那不是醫治的費用 護理的費用是誰給的 那曾經我們有一些醫療改革方案 是有談護理的那塊錢的 但是前兩年他們談的方案 已經沒有談護理了 那護理的那塊錢誰出呢 其中一件事都會很神奇 可能會用一個browser 一個證券的形式 政府給你 然後你再去有那個服務 那有些機構是歡迎的 但是也有些人擔心 以後其實你建制派也好 很多人都可以通過和獎者提供一些便宜的 社差品總大 各式各樣的身體檢查 各式各樣的服務 然後就可以 因為它可以不計成本地 大家都是給五千元 你一個NGO就給你五千元的東西 但是那個政黨可能給你一萬元的服務 那你不可能補了那邊的服務去 所以接下來的發展究竟用browser 是可以令到我們所有的長官 他們未來是更加有話事 可以他們自己怎樣去護理 還是說我們會陷入另一個情況出來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政黨 有很多不同的欠票 或者錢用了不知去哪裡 因為譬如在美國或者在日本 他們會有case manager 即是你一個人 我有五千元 他會幫你計算 你最好找到一個服務 當然也有一些陰謀 就是會說 在美國那邊的case manager 會盡量幫你減少你的服務 你明明可以有 他也會告訴你不用不用 等你省下一點錢 但是譬如這個東西在香港 是未有的 那你叫人以後是怎樣 他手上有錢 會怎樣去選服務呢 那這件事都是未知道的 那所以突然間走了這個範圍 我只是想知道 在香港一個人怎樣過身 突然間就會發現 嘩 無論是社區的架構 醫療 護理 或者是 其實去到最後有一個社區 剛才說 你想想那個伯伯 其實每一次他的死亡經驗 為什麼他越來越難過 都是因為社區的嚴望很大 其實一直去看 你會知道 我們現在經常說養老 大家都是跟你說要儲錢的 你要儲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告訴你 你儲四百萬都不夠 前一陣子 不是有節目 你突然發覺 正是給交通費 都不知道要一百萬 這些人每個都哭到 原來你要退休之後 假設你要養老的時候 原來你是要幾百萬 你根本是不夠的 那當大家一般就是想錢 當我開始去訪問 那麼多醫生故事之後 那些人就跟我說 你不行了 你要做運動 原來你要儲 不是儲錢 你是儲你身體的運動 你今天呢 你有做運動的話 那陳麗雲 其中一個教授 告訴我 這個人從那裡記住 如果你有不做運動 你是死得快一點 並不是說你馬上死 而是說 當你的病去到很差的時候 如果你有做運動 你的新陳代就是好的時候 可能在說涼衫 你就會過心 但如果你沒有做運動 那些在辦公室 就是本身的新陳代就是慢 你可能在臥床幾個月 沒有自己的能力 你是嘔吐很久才會過心 就是我一向知道做運動重要 但我不知道重要到一個地步 原來跟你過真的衝動 就是要燈的時間 原來都這麼大影響 這個真的很害怕 這個就是第二個層次 你要儲是儲健康 而不是錢 因為到時有錢 比你住在洋和三個月 是很恐怖的 我最近才知道 原來洋和對面一間酒店 那間酒店已經變成病房 因為你在洋和一邊住 其實它不是很賺到你錢 它最賺錢的是手術 所有棉花都收你錢 但如果你只是很老很老 在床上 就算你有多少呼吸器給你 你也不會有很多服務需要 所以原來對面那間酒店 已經在裡面有很多病床 很多酒店房其實是病床 然後醫生其實是對面看症 他們已經在那邊 好像已經狂賴了 在哪裡住 所以如果你有錢 這樣的生活質素 其實也不可以 你要加上運動 而當你認識的第三件事 就是你要做朋友 你一定 你不要只是想說子女 你一定是在社區 一個好的 讓你老的 一定不是一個醫院 或是一個老人院 可以讓你老得很開心 一定是一個社區 整個社區 做在一起才會有這樣的可能 究竟要怎樣做 這件事其實不是悲觀度 因為我們史無前例地 現在五六十歲那群人 其實是很有錢的 現在你隨時找一個六十歲的人 隨時他有樓的機會率 是高過一個三十歲的 你想想其實他們是有錢 有票 有多大的票員 你想想我們現在是三百萬的選民 但是以後長者他們已經是過一百萬 你想想他們是一個多大的政治上的power 所以只要在現在這一刻 有個terms叫ヤンオー 叫初老 剛剛開始老 可能從55歲到65歲的時候 其實你現在還可能在工作上 你可能畏高權重 你又有錢 你又有體力 其實這一群人 自己已經可以改變香港的很多事情 而這一群人其實是適合的 因為他們的父母 當他們發覺要照顧父母的時候 他們會知道 哇 出事了 香港多少錢都不夠 所以這一群人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去希望他們令到我們的未來 去到七八十歲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灰猴的 我們現在說的七八十歲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很慘的 他們經歷戰爭 他們的人生是被很多個特殊事件撞窄了 但是五六十歲的時候不是的 他們在五十年代出生 六十年代是開始有免費教育 他們有書讀 七十年代整個社會 其實是未如何發展 只要你讀過中學 你都有機會成為你那個學業裡面 最標青的人 你是很快很容易 相對容易地去上位 但是今時今日 你當年七十年代一個中學生 你都會脫爬 但是你今時今日 你讀到一個碩士心 你讀完碩士心 你都是基層的 所以我們的支血 其實現在是在那裡 希望如果那個力量可以做到 那就可以動到 這個是我希望他寫一本書的時候 就是給這堆人去看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動到 令到我們如果真的躲下了 在香港有人照顧你 到我真的沒辦法起來的時候 我不是很慘的 是床被人綁住 這樣插上臉 我躲在那裡吐 然後這樣去離開 意思是可以改的 少少意見 德師傅先生 關於你說什麼 找個朋友那件事 即是說老人家那些 社區 社區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公屋的居民 有時候是很 以前公屋的環境是好很多的 即是那種好很多的意思 即是那個關係那些 但現在 例如我媽媽也知道 旁邊的社是誰 但她會常常擔心 旁邊的社 如果你說新加坡那種制度 在香港發生 就會是 對不起 即是她會 即是那些人經過那個社區 可能會有恥笑 她會說 那個葬禮這麼壞 或者是說 或者總之 有很多grossif的事情 你會 不知為什麼 當然可能有 制度的問題 令到香港的社區 會搞到這樣 但 你有時會很怕去認識朋友 即是我講的老人家 我提醒我另一件事 我訪問梁白 她又說了另一件事 即是大家覺得 現在這一刻的長者好像很窮 剛才說她們相對是 即是無論在知識水平 或者經濟量都是比較差 但是呢 看梁醫生眼中 她說這群人是很幸福的 因為她通常都有幾個子女 所以就算你要請一個外傭 你也可以三四個人夾錢 她說你看看五六十歲那群 她可能只有一兩個子女 夾錢已經很難了 再退去四十多歲那些 又沒有結婚 又沒有子女 或者子女又去了其他地方 那去哪個距離 她覺得去到最後的事 希望有家人在你身邊 還有呢 你就算沒有跟我說 幾多吸引年輕人入行 醫護人員可以多好多 都是不夠你有家人在你身邊 但是內涵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現實 是剛才除了社區 鄰居解體之外 其實我們的家庭呢 是用一個很快的速度去解體的 然後今次這場集會 大家吵架吵到這樣 又真的是 就是 你覺得很難去照顧你的家人 其實有一次有個社工跟我說 她說她覺得香港人不好 她覺得她去台灣 她說很多人都願意去放棄工作 然後照顧家 她說她覺得香港人好事會 我聽了之後她就覺得我心很痛 因為我覺得 你說照不照顧家 如果在香港 如果譬如我 我完全不工作十年 因為現在病的時間真的很長 如果她認知障礙 她不是一年兩年 她真的可能可以 所以如果你照顧她越好 她的時間就是更長 當然你可能慶幸有機會照顧她 但是如果你十幾年不工作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即是你自己的積蓄都已經不夠的時候 那件事情 其實是社會令你很害怕的 所以其實前一陣子訪問周永珍 我每個月三千元的裸年金 其實訪問完之後你會覺得 其實每個月有三千元都幾毫 而且其實很多人並不是沒有錢 但是當她看到自己那塊錢 撕下撕下撕下 而且很慘 很多人都是投資生理 即是可能買什麼基金 突然又沒有了三十萬 那塊錢很害怕的 所以她說就算她明明沒有在用的錢 她是不敢用的 所以她是很堅持 就是每個月有三千元 那個感覺就是 每個月你是銀行 是會有新的錢加入她 是會令到人肯用錢 多過你給另外一塊錢給她 即是我又沒有 可能真的不是在那個生活習慣裡面 是沒有想到 原來每個月有良出 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對於很多的長者 會有錢 我又覺得 哇三千元有沒有可能 誰知道她很大信心 她說 有哪個政黨不想要長者的票 所以呢 她又很有信心 可以有三千元老人金 我們那天聊天也好說到 就算你真的沒有子女在你身邊 你可能有三千元 起碼你都可以再去 Starbucks 喝杯咖啡 即是你不會清涼到 連洗錢都不敢用 你都會有少許錢可以用一下 哈囉 我想問當中威 沒有接觸我一批 即是可以來街邊撿紙皮 各項的老人家 你們對視頻的看法 會是這個人走嗎 其實我沒有去訪問 沒有去訪問 因為很常我已經去到二 即是他們要命了之後 但基本上 即是撿紙皮不代表她的經濟是怎樣 但你想想 例如剛才我一開始說的那個爸爸 其實可能現在 其實你有沒有體力去撿紙皮 你跟著也是會發生這些事情 即是她有三分一個機會 她會有認知障礙 然後她可能會有癌症 然後她就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路 然後每一種的照顧 可能都會是視乎她的地區 然後她又會有不同的去下去 那 你知道那個 其實我一個去訪問 由那個社會的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建構 不同的醫院 這樣就問 你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你去問一個老人家 其實就很慘 你怎麼問她 即是 你想想 連我現在還有些體力 去採訪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 嘩 真是很頭暈 然後覺得很難處理 如果我這一刻 比我現在再老很多 三十年 並且沒有錢 你想想我多灰 我哪敢想 你其實要很大的自信 所以為什麼我很想 動一些Yarmouth 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她有錢 有資源 她還有能力去改變 如果我這一刻 我已經是 躺在床上 我已經是無力 你跟我說 你想香港醫院怎樣好一點 你想那些務事怎樣 你想說老人員怎樣安排 你希望社區有些什麼去做到 怎麼說 即是你怎麼問她 那 我有些朋友去的時候 做一些長者的服務 通常長者很快都會回答 唉 看花啦 我哪會害怕死啊 唉 開心也是這樣 不開心也是這樣 開心點 她都會說很多話 好像訪分她不害怕 但通常如果你再去問心問點 其實你怎麼會不害怕 你怎麼會不害怕 你在醫院 你怎麼會不害怕 你用了些錢 她有時候說不說出來 你去把她的這些事情 解釋了出來 但在那個制度上 你不如你要做些什麼去做 你明白嗎 我一吸吸下去 所以我沒有這樣去 去問一般的長者怎樣看路 我知道她們經常做很多研究 有很多說法 但我經常覺得 那些未必會知道她的心裡面 都不會 還有如果我自己這樣去看 一想 嘩 要做事很多 醫院要做事 老人院要做事 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程度 很多事情都要去建立 都要去做 但我有多樂觀 因為可能 其實我整個人 最大的樂觀 是來自盛城那本書 如果那本書那時候 出來是沒有反應 我都沒有現在這些事情 是不會做的 就是因為那時候 寫得很盛益 那本書 我在三年前寫的時候 廚餘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但那本書 你看我出來之後 那時候 吃得很有機構 有回收食物 有些地方都有 但很低調 但現在我們是說 五十個社企 在回收食物 拼命地做 然後你看一下 當時 超市那些 是不凝固的 浪費的 最粗地球之後 就要去找超市的垃圾桶 說你看看 你扔很多食物 然後 我剛剛上星期 去衛康 不是去白街 他居然大大聲說 我們是全港第一間超市 在這裡捐贈食物 並且美芯 現在任所有地鐵裡面的美芯 那些麵包 那幾點都會有折扣 並且會捐出去 那這些事情 其實在三年前 是沒有想過會發生的 商界 你不知道 他有食物浪費食 他就不告訴他 他死都說沒有 但當你揭發了他有的時候 他突然可以180度轉 然後大家鬥快去捐食物 大家鬥減少不浪費食物 政府從來沒有做過 大規模的廚餘活收 他第一次嘗試大規模做的就是廖壽東 他就嘗試在一個橫花村做 他們分開收乾濕臨沙 但他們真的是雲皮不好 他們二月一宣布 然後三四月就沙士 整件事就沒有了 政府從來不敢做處理 但你想想 這三年 他們有聖席委員會 又有大浪鬼 你每次經常都叫大浪鬼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報道 大家知道了之後 並不是我去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而是讀者一了解之後 拒絕就會有很多事情去做 去年出死在香港案的時候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NGO 會跟到病院 或者跟著開箱輔導 所以那本書有時候 會被很多讀者回應給我 說他們得到一些安慰 但我沒有辦法在社會層面 好像成績那麼大的回頭 但其實我很期望去到明年 如果我來的這本書下路 可以將死亡的事情 甚至是開箱輔導 再延長到你開始怒 或者開始累積 無法逆轉的時候 誰去照顧你 那突然間呢 你會發覺呢 有大量大量的NGO 其實正在做安老服務 大家可以很多事情去做 很多計劃重新去想 尤其是現在他們不斷在想 怎樣去令到二十多歲的人入行 四十多歲的人 他現在又想轉工 他其實很有機會 想怎樣去入一個安老的行業 他可能隨時可以做二十年 可以有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服務可以出現 這件事情 很希望在接下來 會有機會可以去推動 如果我們想自己去了解一下 一些香港現在的醫療政策 或者是醫療服務的東西 或者是養老政策的東西 其實有沒有一些網上的資源 其實我們可以看是怎樣 如果我們想親身是怎樣的 資訊是一個很… 很陰藝的東西 我始終都是覺得有個數碼隔離 譬如我們這一刻 我們大家都知道 梁振英是有機會出事的 這個好收的事情 但我今天突然醒你阿爸 其實他是要明早才知道 他是不會在你剛才 四點多鐘大家已經一聲洗完版 其實你想想你家人 可能是要明天他們看報紙 因為我不知道TVB會怎樣報 他就要明天看報紙 甚至他看的報紙 可能仍然是給另外一些版本 你想想他知道的速度其實是不同 但我便會發覺很多官方的機構 可能都是一些事業的 他的網頁是很少更新的 你經常就算是癌症病人的網頁 很多人擔心我寄一篇文出來 2002年 2002 你很奇怪 然後他們很多 就算說不免根深 都是一些剪步 剪步不行 你都不知道 你經常都不知道 是否醫學脆紋 還是甚麼 你有時會發覺 為何這個資訊的流動 在網上 我想你期望在網上 你可以按進去 很快地會知道 你上去 譬如你想知道安勞 貿務社署 其實有個網頁 是有告訴你安勞 一載就是 這個 其實是很難看的 你不會知道 以前有老人院 然後有一級 然後他們取消了最輕鬆的那級 最輕鬆的老人院 以前你走得走 你都可以入老人院 那他將這個取消了 你真的要開始照顧你 才有遠赤的服務 因為他提供不到 但原先的人 他又開始有一條龍的服務 他在不同的階段 我都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搞清楚 他有不同的老人院 制度 他們全部都用一些宿舍 一些英文的宿舍 哇 真是看到我都還 然後我經常都很想像 我現在這一刻 已經是很有心去知的時候 如果我家人有事 或者我自己有事 這些資訊 怎樣寫 怎樣去找 其實不是很理想的 但我最近發現 有個機構 有機會 幫我們聊天 有沒有辦法合作 做一些事情 就是 按平安鐘 你知道 以前好像有事 你才會有 但他們現在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電話系統 就算你聊天 你也可以打給他們 他們那裡就有一個很大的Data Base 就是 你需要各式各樣 怎樣的服務 你打給他 他都會告訴你 我便問他 你有沒有想過 將你這件事成為一個網頁 大家便可以上去抄 尤其是現在四五六十歲的人 開始上網 但因為他從來沒有公開 所以他都在想 是否要做這件事 我說你公開 我只能下連結就行了 我不用寫這麼多東西 但如果你們不做的時候 我就要搜集大量的資料 看看怎樣去寫 怎樣去做 所以 政府一站通 或是政府 經常會有很多資料 但那些不是 Useal Fermi 即是很容易會 是舊資料 所以 也有些工作 但他們沒有 看看你有沒有機會 因為這個採訪的緣故 可以將東西更加重新 很不開心 沒有了主場新聞 因為去年 這個時候有主場 我想很多網路都不同 那算了 但去年 死在香港 接著我可以做一個網上版 可以卡到不同的機構 即是他們會幫我做這件事 但現在拍到我收集了這麼多機構 又沒有人可以有一個平台 去寫出來去做 但那個要維持一個網上平台 實在是要很大資源 所以都是需要回到一些官方的機構 才會有這個資源去做 不斷更新的資訊網 你會發覺 譬如一些病的資訊 美國是很多的 即是他們 不常要去的資訊 那個叫做 Megline Plus 即是去一個網頁 你所有的病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 或者你去癌症的資訊 去很多 但你去回 因為你的治療和香港不同 我們真的有文化上的差異 譬如他們的鼻眼藍 和我們的鼻眼藍 在治療上 其實真的有東西是不同的 那都是普通的 即是這些資訊 其實是做的 所以最近 都在我看過 有一個 乳癌的醫生 是很有心理的 他寫了很多乳癌的資訊 但因為他是公立醫院 所以被人調停 整個網頁 又不可以繼續 即是你覺得很可惜 所以有可能跟你說 你去多些病人的護助組織 但去到病人的護助組織 其實你也有很多頭痕 他有很多食療 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的 其實香港 尤其是因為 你又有中醫、西醫、很多女士 這是好的 但都是 即是資訊很多 但是很多偏方 但是比較可信、專業 即不是一定要西醫 你都可以是中醫 可以很多人 但那些比較整理得好些 可以給你去看的資訊 暫時我自己搜尋都很符合 其實是否來看 一些再感人一點的死亡故事 沒想過我會說這麼責任的事 還有網友有沒有回應 或是有沒有很想知道 我再去採訪 因為我去採訪 我還沒採訪完 關於這個家屬的心理治療 因為其實我以前 即是家人都有一些場面病患 其實照顧他 就不是一個問題 反而他的情緒和我的情緒 是要怎樣舒緩的 這方面我是比較想知道 有不同的機構可以幫你的 但是我記得我自己採訪 聚嘴藏的個案 就是訪問鄭榮真 因為鄭榮真 鄭榮真已經是 他甚至是認知著 是從外協會的創辦的director之一 但他太太其實在13年前 是因為被一架垃圾車倒口 然後撞到 然後他就開始有腦退化 然後他照顧了他11年 是要照顧到一個地步 譬如他沒有辦法再去一些學術的會議 因為他說他最初可能 有些人都說可以幫忙 但最多可能 他說其實呢 他跟我說 你只可以開口第一次 第二次你已經很難開口 就算你很膽地開口第二次 很容易那些人第三次已經說 哎呀我要臭酸 或者是已經不幫忙 然後他說 難道我還去病人的互助小組嗎 你想想 對他來說 他又真的不覺得自己 他說病人的互助小組 如果你有很多資訊 很多資料要知道 你才可以去 例如當你 你說你和你家人很大的情緒 有時候你可以通過病人的互助小組 有些的指援 但是他說 難道我又去嗎 他又去不了 他真是一個困獸鬥了十三年 他真的很多事都很難過 他說他去到 晚上三四點 他太太就會打開所有的燈 只會走來走去 他又睡不到 他是長期只睡到四個小時 並且他會轉換時間 他很多事都做不到 其實是直到他太太兩年前過身 他跟著才可以做到年金的服務 我聽完他說 我覺得他應該是 無論是錢 無論是社區 他應該是認識 一本沒有東西他不知道 但他還是要硬吃 我想人生 有些事是要分開的 有些事很難過 但我們是沒有辦法給的 老化 所有的老化都可以生命 老化很多事我們可能要承受 有些家庭的事情 有些機構可以幫助 但是我跟那個訪問完後 我真的覺得 嘩 還要是之前 其實他開頭是完全是他太太照顧他 到他太太撞傷 突然間 他有一個完全不用離家頭細毛的男人 突然全部都要變成一個照顧 他們當然有請外傭 但是他太太不讓外傭走 所以所有的照顧都去了 各式各樣不同的情況 還有你突然間去到那些時候 那些身仇舊陷 就全部都出來了 有一件事我是想不到的 我常常都以為 最大的咬 我去看桃井 你都會看到 是女兒在那邊哭吵 明明是我照顧你 但是你就是想見哥哥 你見到我就在那邊問哥哥 然後我探望你 你都是失望你見不到哥哥 那種對於女兒 是會覺得 唉 我做多少事我都給不到你 真的很難 又有福利坦姐跟我說 但是原來有這麼多 就是 那些長者是會疼媳婦 多於整個女兒 原來這麼大的爭拗 不是女兒和哥哥 是女兒和嫂 那是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你都會不明白 那些長者要對媳婦這麼好呢 那原來呢 那原來呢 通常因為那些女兒 其實是很疼媳婦 但是呢 也是說話很不客氣 那所以呢 她就會 反而 心部是愛人 愛人 只要有些禮貌 好像關係不太差的時候 那些奶奶 這樣上已經是很感激 即是如果她已經有病 心部願意做一些事情 她已經會很感激 但是女兒呢 女兒可能是暗暗暗暗暗暗 說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然後呢 反而停心站 反而喊了 然後她會選擇 將她的財產 給了媳婦 而不是給女兒 嘩 然後我聽過她的說 就是 結果是去到 她就說去完喪禮之後 她從此不見她的工 從此就互相互在內亡 即是家屬呢 最後的照顧呢 有很多事情 那我就會發覺呢 他們其實有嚴格 有提倡 希望開家庭會議 究竟誰去照顧 究竟怎樣照顧得好 那你會開一個家庭會議那裏呢 你會看到呢 譬如 媽媽有認知障礙或者怎樣 那我媽媽可以照顧女 或者反過來媽媽有事 媽媽有照顧女 那很容易呢 譬如她失禁 那通常另一個就會說 怎樣處理她 那些子女 經常都很快地說 那你們分開床吧 或者我請一個飛融 我請一個印容 她又跟媽媽問 那你又分開哪裏睡 那她是呢 沒有想過 其實她的媽媽 可能是這樣60年 都未試過分開床會睡 但是呢 很快就會想一些方望 是一些很 practical的方望 她晚上會失禁嗎 那用尿泡呢 她晚上會失禁嗎 那飛融跟她睡呢 她叫醒她去廁所 教授了她去廁所 想一些全部都是一個 practical的方法 但是可能她的另外一半 她的父母 可能想長一點時間陪 我知道辛苦 我想和你慎一下而已 我不是要你令我和她分房 那我那時候看過一個情況是 原來她的媽媽 每一晚都偷偷進去和她太太睡 而她的家人是不知道的 她的兒子是不斷問 現在沒有了嗎 現在沒有了嗎 現在你習慣了嗎 然後她的媽媽說 哎呀 我們現在還是會進去和她睡 那你會看到 兩代的照顧 然後 家裡之間的照顧 即是如果我們在家庭的關係 已經不太好 然後你突然間要照顧那種魔人 而且很慘 如果她不在這之後 其實所有事情都會變成一種內疚 那你想想 其實每一步 真的很多事情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好 我前一陣子 我聽到另一個媽媽 又令到我很好 那一個護士告訴我 她在醫院 看到我爸爸拿了湯和菜去探望我 她就找她的老婆 她就說我忘了哪間房 所以她就幫她找 誰知一找她的登記 出到她的名字是黑色的 即是她太太已經過身 然後她在那裡惡言 但她的同情 就說爸爸爸爸六樓六樓 於是她去六樓那裡 然後我上去 其實她太太已經是 之前這幾個月已經過身 爸爸其實不知道是情緒 接受不好 還是說她已經有認知障礙 她每天還是拿著湯拿著菜 還想去探望 那你想一下其實 你怎樣可以讓白白好好地 和太太說 即是說再見 其實你是幫到她接受這件事 會令到她之後幾個月 都繼續拿湯去醫院去找她 有另一個媽媽 她經常都在急診室外面 她經常跟護士在那裡說 她經常跟護士在那裡說 她經常跟她在那裡說 我是多辛苦 多辛苦 多辛苦地照大我的女兒 我是怎樣寡母 然後女兒又有什麼什麼的病痛 我是這麼辛苦 這麼辛苦地照大她 你們跟我說一聲 她死了 有沒有搞錯 然後她們就送了她去投訴課 但其實她投訴什麼 她其實是接受不到她的護身 所以那間醫院 他們在急診室那裡 她們就有人會特別有時間 要跟家屬說回 即是你看到上次那本書 就是講開箱輔導 是之後你可以填一些社工去做 但其實你在醫院還是過身 怎樣去接受這個消息 大家之前怎樣可以一起談好 怎樣去 誰照顧 錢 怎樣去分 誰下手去幫助 其實每一步 究竟它是可以令到你家人 更加走得越來越近 還是令到那些人是反了面 會令到你可以接受到她離開 帶著她給你的愛 繼續活下去 還是說你帶著一些憤怒的生意 或是更加Loss 這樣下去 其實整件事不是在過身那刻發生 而是在支持 必要的愛 所以就一直看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那時候知道和不知道 或者你又需要其他機構 或者你都很需要一些外人在說 那天那個社工 我說如果可以這樣開家庭 那天真的很好 但是現在社工很厚散 你叫他無緣無故跟家人開會 他很害怕 然後再想回以前 其實不需要社工做這件事 你可能住在這裏 那你跟著可能有些鄰居 或者有些人是已經不能說得事 或者親戚說得事 就走出來說 那哥哥你沒空接觸 你給多一點錢 玩一年 就是有些人有這類角色 我們現在是無債的 那你去回全部都是自己人 我又沒有錢跟你說 你又沒有錢跟我說 但我又生氣你 那這件事就更加越來越來越過 所以很多事情可以一步說回去 但是 正如你要儲錢養老 你要儲健康 你要儲你的家庭關係 你要儲你的朋友 很多事情都是無事無關 那時候是要儲 有人寫一封電郵給我 問我怎樣可以帶他爸爸去看醫生 其實我收這些電郵 我是很尷尬的 我都叫不到我爸爸去看醫生 老老都是用角色的那個方法 對 但是我後來就去問 即是大學 即是我很想看到一個記者 我去採訪 他說 你怎樣可以帶你家人看醫生 就不是一開口就叫他看醫生 而是你真的要有空去喝茶 你開始有些關係 然後你才有機會叫他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說到尾 所有事情 即是這些關係 都是現在要慢慢去職擋你 我想說少少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 曉雷剛才說的 其實我過去那十年 我是經歷過我旁邊家裡有人 熬了十幾年 認知障礙 她是可以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 在大埔是自己走出拖路 港馬路中間 是十幾個家人發展 全香港的新界找不到她 其實她家裡一個八十多歲的公公 一定要自己去照顧七十多歲 比公公的老婆 是匪夷所思的 我媽媽是癌症 控了半年 我爸爸是突然間 一輩子未暈過 說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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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你說那些好死的那些 有運動嗎 確實 當然那個時刻會很驚訝 但你看回頭 對所有客人都會有 我旁邊有很多未到你說的 四十多、三十多 沒有人沒有物 沒有子女 其實我們現在在害怕 我們比較好 我住在樓上樓下很多朋友 我們現在在說 最老一點我們夾品請一個工人 放在隨便一個家裡 然後就煮一大盆飯 十幾十人上去吃 我們想說 其實接下來會越來越多這些 獨居長者 我們可以怎麼辦 我們已經開始害怕了 而且你的社區不可以重建 如果你收樓重建 你就沒有 我們是超害怕的 現在是在害怕的 那層樓可不可以住到我們老呢 老了怎麼辦 你層樓五百年 你想想 我又活到八十六、八十七歲 尤其是我自己 真的見過那些 九十歲、八十歲、六十歲、八十歲 那些是很可怕的 但我們有得臭 我們以後沒有得臭 所以想問一下 你的採訪可以怎樣 所以我本書就叫爬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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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有醫生知道我本書叫爬爐之後 就叫我做運動 然後所有社工知道我本書叫爬爐 就叫我做多些義工 會多些朋友 大家叫你做這些事情 但是又不是 不是那麼差 因為當我開始去訪問的時候 發覺也不是 都有很多方案 很多選擇 還有原來醫院做得好 跟不做得不好 都有分別 其實是可以令到那些人做得更好 而不是更差 那你是不是開始在分別之中 覺得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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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離開的時候 你身邊旁邊的是誰 其實你都不知道 我上次去訪問 我建築師 他就是設計安寧之家 他就不斷設計到一個 是一個街的感覺 因為他說你到最後 你是想見家人 都可以見醫生 那我就很酸流流問他 那如果我沒有家人 到時候要 他有點呆了 然後再想 其實你有子女 或者你有老婆 都不呆你身邊 有什麼人陪你 就是你最後離開那一刻 其實那會是誰呢 是誰陪你呢 那我這些做人 真的 我們做多點好事 真的瘋了很害怕 都有事可以做的 還有 我們 我上個禮拜都挺沮喪 見到這麼多事 突然覺得 你為什麼好想怕老 都不知道去不去到老 但是現在又在想 唉 如果你這麼差 你一樣照樣會病 會老的時候 那你當然不希望 情況去惡化下去 而是希望現在 可以賺多點力量去改善 尤其是 我之前整個環島 覺得 哇 真是厲害 你動到政府 動力會好 動不了你自己 你自己都可以做些事 你那些 不少的家人 真的做些事 吃素的真的省了些 但現在做老 我也覺得是 你到最後 真的沒有政府幫你 你做運動 你不用錢做運動 也起碼令你減少四成 機會有癌症 那你想想 其實你真的很多事可以做 因為對家人更好 或者你身邊更多 總是幾微小 你如果這一刻害怕 你也有些事可以做 可以改善 你不需要等政府做 當然你也要推動 才會有些事可以改善 例如認知障礙 我知道社聯會當然會打仗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去做 其實很多事大家都會 開始要做 不過 我希望大家知道情況之後 更加看到我們的方法 行動